C的话记得就是固定栏宽 把它选到区的位置 把这边多一个 OK下一步 然后这个不会入此栏 贴到这里 这边把它选取 再F 改成区按完成 切出来之后就是区的部分 区的部分之后你要去计算总共有几区 区里面有几个的话 可以再把资料 这个资料 把它Ctrl C一下 复制之后复制到旁边 好那我们做什么移出重复的动作 我想知道这里面到底有几区的话 再来利用什么 刚刚是资料剖析 旁边有个移出重复 把它怎么样呢 不要扩大 直接依目前选举范围 移出重复 那没有标题按确定 OK这个时候呢 就会只留下什么总共有几区 那这边看到的总共会有 12区的 不换标题 那再来就是说 我希望知道 每一区里面 到底有几家饭店 有没有 那这样子的话 如果我有这个资料 我就可以变成一个静态的嘛 对不对 所以这里的话呢 我就直接把这个地方用什么 上次里面有讲过 用一个conv 对不对 按确定 然后 我的范围 第一要判断范围就是 这个旁边的这个范围 先选给他 那把它锁定一下 条件的话 按F4 锁定 那条件的话就是什么 旁边这个 就是每一区 按确定之后 向下填满 就算出来 那我们等一下可以利用这个资料 做一个静态的 List View出来 也就是说 刚刚程式里面那是动态了 不过你会发现那个难度太高了 那我们可以把它改成静态的 所以这里的话 请各位试试看 这应该上礼拜有稍微讲到 只是这个 Excel部分 有些同学不是很熟悉 所以这里请各位先试试看 我再把重点提示一下 第一个先把 这个Displace Address 这边复制贴过来 然后再做资料剖析 再移出重复 再用Country付去 产生我们要的这个总共每一区 有几笔资料 画面还给各位一下 假 。 要索尽 这样也。 这些人,